小姐,叶府门口有人引导了 什么,走,我们去看看 好的,小姐 这位公子看起来,受了好大的伤啊 而且身上还流了这么多血 这位公子,快醒醒 醒醒啊,看来是叫不行了 先把他带回府吧 累死我了,总算是把他带回来了 不过,他身上的伤真的好严重啊 子薇,你去我的药铺里 熬一些药给这位公子喝 是,小姐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行 休息一下吧,等他醒了再说 我这是在哪里 公子,你醒了,这里是叶府 你是何人,是你救了本王吗 是本小姐救了你 本小姐是叶府里的千金小姐 谢谢你,救了本王 救命之恩,本王记住了 本王成为新任皇帝的时候 会好好报答恩人的 有人在吗 不好,迪伯的军队居然找到这里了 这位公子,你好好躲在这里 不要发出声音 本小姐会把他们引开的 你是何人 找本小姐有何事 你有没有看到 穿着灰色衣服 身上还带着伤的人 没有见过 本小姐府里只有穿着紫色衣服的丫鬟 好吧 打扰了 刚才那些敌国的军队为什么要追杀你啊 因为本王是新任的皇帝 所以他们才追杀本王 原来如此 恩人,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你救了本王两次了 本王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呢 王爷,你叫我小叶子就行了 好的 本王有一个东西要送给你 这是本王的传家宝 就送给恩人了 你拿好这个传家宝 本王以后会去找你的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你就拿着吧 恩人 那好吧 恩人 那本王就先告辞了 以后见 王皇万岁 万岁 万万岁 万万岁 各位爱情平生 谢谢 要不是六年前 那个恩人救了朕 朕恐怕活不到现在 是时候去寻找恩人了 朕要好好报答他 你们派一些人 去把朕的救命恩人找到 并且带到朕面前 是 皇上 小姐 夫人有事找你 好的 当年 我就跟那位王爷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诶 我在瞎想什么呢 我怎么莫名其妙 就想到他了 女儿见过母亲 女儿啊 听说皇上在找他 六年前救他的恩人 是吗 皇上的恩人身上 有皇上送他的传家宝 看来 那个王爷 现在已经当上皇上了 母亲 你说的是这个吧 女儿 你怎么会有这个 难道你是 没错 我就是六年前 救皇上的恩人 救皇上的恩人 我身上的这个就是皇上送我的 没想到女儿 你就是皇上的恩人 女儿啊 我真的为你很高兴 多谢母亲夸赞 救人是女儿应该做的 那没什么事了 女儿就先告辞了 女儿 你不进皇宫见皇上吗 不用了 救人是女儿应该做的 女儿不需要报答 这位小姐 听你母亲说 你就是皇上的救命恩人 是的 那里有皇上送给你的传家宝吗 有 这是皇上六年前 送给本小姐的 拿出来给本官看看 好的 天哪 一模一样 这就是皇上的传家宝 恩人 总算是找到你了 恩人 快跟本官 去见苏大人 好的 下期更新 皇上与小姐 第三集 冒充恩人 苏大人 本官找到恩人了 真的吗 快把他请进来 爷小姐 你可以进来了 好的 见过苏大人 是他 这不是当年 追杀皇帝的敌兵吗 没想到是他救你 可不能让皇上知道 本官就是当年追杀他 爷小姐 当年你是怎么救了皇上 可以给本官讲讲吗 当年皇上受了很多伤 晕倒在夜府门口 后来是本小姐 把皇上带回了府 给他疗伤 之后 敌兵来了 本小姐 叫皇上先躲起来 敌兵问本小姐 有没有见过皇上 本小姐骗他们说 没有见到 后来敌兵走了 皇上拿出了传家宝 送给了本小姐 皇上说 以后会来找本小姐 之后 皇上离开了夜府 一派胡言 本官看你肯定是 帝国的奸细 想刺杀皇上 想刺杀皇上 说了一堆胡编乱造 来人 将夜小姐关进大牢 什么 冤枉啊 本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苏大人你 苏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官记得你有一个女儿吧 让你女儿拿着这个冒充恩人 跟本官进皇宫建物上 苏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要让本官的女儿冒充恩人 这不好吧 你怕什么 本官已经把真的恩人关起来了 那你女儿去冒充恩人怎么了 难道你不想让你的女儿 荣华富贵吗 本官想 那就这么决定了 这才对嘛 爹 你不是去找恩人了吗 等一下 爹 你手上怎么会有皇上 送给恩人的传家宝呢 恩人已经找到了 苏大人 把恩人给关起来了 所以女儿你冒充恩人吧 跟苏大人进宫建皇上 什么 你要让女儿冒充恩人 这不好吧 难道女儿你不想荣华富贵吗 你爹我 可是等着荣华富贵 可是 这是属于叶小姐的 不属于女儿的 女儿啊 你总挺你父亲的吧 难道你连父亲的话都不听了吗 爹 我 那好吧 我答应还不行吗 这才是我的好女儿 本官现在就带你去见苏大人 皇上 在里面 李小姐你自己进去吧 好的 本官还有事 就先走了 臣女 见过皇上 你是朕能恩人吗 是的皇上 这是六年前皇上送给臣女的传家宝 恩人 朕总算是找到你了 不过 六年不见恩人的容貌似乎变化很大 连说话的声音也变了 六年过去了 容貌和声音变化很正常 恩人 别光站着了 坐镇旁边吧 好的 多亏了恩人 六年前救了朕 要不然 朕恐怕活不到现在了 这是臣女 应该做的 朕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对叶小姐有了感情 朕要封为你贵妃 什么 皇上 这可不行 为何不行 叶小姐你要是不想的话 就算了 皇上 臣女想在宫中转转 恩 好 朕陪你 不用了 臣女自己一个人就行了 本小姐 到底要不要把真相说出来呢 可是要是让皇上知道 本小姐是冒充恩人的话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对我们李家满门抄斩 爹爹啊 爹爹 你非得逼女儿冒充恩人 可是叶小姐怎么办 叶小姐还在地牢呢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皇上呢 可是皇上这么爱叶小姐 不行 本小姐不能再冒充叶小姐了 本小姐一定要把真相告诉皇上 可是本小姐就怕皇上会伤害爹爹 要是不告诉皇上的话 万一叶小姐待在地牢 出了什么事就麻烦了 还是把真相告诉皇上吧 爹爹 你可不要怪女儿 是你让女儿冒充叶小姐的 对不起 皇上 臣女骗了你 其实臣女是冒牌货 臣女不应该冒充恩人的 恩人 别给朕开玩笑 臣女 没有开玩笑 臣女 是李家里小姐 臣女的父亲 是李大人 臣女 不是故意冒充恩人的 是父亲和苏大人 让臣女冒充恩人 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欺骗朕 来人啊 将李小姐关进天牢 是 皇上 请慢 皇上臣女 还有话要讲 讲 叶小姐 被苏大人 关进了李家地牢 你说什么 恩人被关进地牢了 皇 皇上 你没事吧 朕没事 你带李小姐 下去休息吧 这 皇上 多谢皇上 臣女 告退 苏大人 李大人 你们好一个胆子 居然把真的恩人 关进了地牢 尤其是李大人 竟然让她的女儿 冒充恩人 欺骗朕 朕 得想办法把恩人救出来 先换个身份 去看看李府 先换一件衣服吧 要不然 他们肯定会认出朕的 伪装成算命先生 应该认不出朕了吧 现在就出发 去李府 冤枉了 是谁在那里夫妻还冤枉呢 应该是前面那位夫人吧 问一下 她这是怎么了 这位夫人 为何在这里哭泣 还冤枉呢 相命先生啊 我是叶府的叶夫人 我女儿 名叫叶宇温 六年前 我女儿救了皇上 皇上 拿出了传家宝 送给我女儿 皇上对我女儿说 拿好传家宝 以后就去找她 后来听说皇上 要找恩人 皇上找的恩人 是我的女儿 原来这位老夫人 是恩人的母亲啊 原来恩人名叫叶宇温 后来李大人 找到了我女儿 把我女儿带到了苏大人面前 可是苏大人却说 我女儿是敌国派来刺杀皇上的 我女儿明明是救了皇上 怎么就成了刺杀皇上 什么 放心吧 夫人这忙我会帮你 我这就把这些事情都写在纸上 送到官府 为你和你女儿讨回公道 我已经告过法官了 没用啊 他们都不管 放心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我去找最大的法官 为你讨回公道 那多谢丧命先生了 那我就先走了 好一个苏大人 居然敢诬陷这能恩人 恩人 等朕 朕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继续出发 去礼服 朕 倒要看看你们还想耍什么把戏 等恩人就出来之后 朕 要让苏大人和李大人付出代价 至于李大人的女儿吗 就让他待在皇宫吧 算命了 有没有人要算命啊 女儿进宫这么多天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要不请算命先生过来算算我们女儿怎么样 可以 男人 老爷有什么吩咐 去把算命先生给我请来 是 老爷 算命先生 我们家老爷要见你 请问你们老爷是谁 那当然是我们李一副李老爷了 原来是李大人啊 那快带我去吧 先生 随我来 老爷 我把算命先生请来了 快请算命先生进来 算命先生请进 见过李大人 为了皇后 真的吗 那实在是太好了 骗他们的 要不是为了就真能恩人 真怎么可能会这样说呢 李大人 是否可以让我见见那个冒充恩人的人吗 你想干嘛 没什么 只是想看看 来人啊 带算命先生去牢房看一下 是 老爷 太好了 马上就能见到恩人了 算命先生 这里就是牢房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恩人啊 这马上就可以就你出来了 这些天让你受苦了 恩人 别哭了 朕来救你了 是你 你 你 哼 这就是你说的报恩 恩人 朕冤枉啊 六年前 本小姐救了你 你却说 本小姐是敌国派来的奸细 说本小姐刺杀你 亏我当初还救你 还派人把本小姐 关到这里 哼 恩人啊 你冤枉朕了 朕 是派人寻找你 朕听说 你被关起来了 所以就立刻马上过来救你了 朕 从来就没有说过 你是敌国派来的奸细 朕也从来没说过 你要自杀朕 这些事情是谁说的 真的吗 苏大人说的 本小姐还知道 苏大人就是敌国奸细 六年前 就是他追杀你的 什么 这苏大人 藏得够深的 他胆子真大 居然敢诬陷朕的恩人 放心吧 恩人 朕会替你报仇的 走吧 恩人 朕就带你出去 恩 好 已经派人 把恩人送到皇宫里了 现在就提恩人去深渊 赵大人好 我要告有人冒充之罪 什么 居然有这件事情 那你说说 是谁有冒充之罪 就是李大人 和苏大人 他们居然让李小姐 冒充皇上的恩人 什么 你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可不要胡说八道 这不是皇上吗 他竟然换了个身份 来告苏大人和李大人 那我可要好好配合皇上 不能暴露他了 赵大人 我可是有人证的 好 来人 把人证带上来 赵大人好 女儿 他怎么来了 完了完了 要是女儿把事情说出来 请完证了 不行 我得想办 李小姐 本官问你 李大人和苏大人 真的有冒充之罪吗 是的 李大人是我父亲 苏大人和我父亲 让本小姐冒充恩人 本小姐不同意 我父亲他偏让本小姐 冒充恩人进皇宫 骗皇上 本小姐实在是没办法 只好答应父亲 冒充恩人进宫见皇上 可是他们却把这恩人 关进了牢房 什么 苏大人 李大人 你们好大个胆子 苏大人 你可不要听他们 睡口喷人 那个人根本就不是 我的女儿 是的 他们俩过来 肯定是闹事的 别听他们两个 胡说八道 好一个李大人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 都不认了 爹爹你 你 来人 把这两个闹事的人 给我轰出去 什么 苏大人 胆子可真大了 居然把皇上给轰出去了 要是让他知道 那就是皇上 我看你们怎么办 苏大人 你要完了 皇上现在该怎么办 没想到臣女的父亲 竟然连自己女儿都不认了 先回皇宫吧